好,接下来请各位 翻开讲义第22页第十一堂 昨天我们广修供养讲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继续讲 请看22页 诸供养中法供养罪 所谓如说修行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涉受众生供养 拜众生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舍菩萨也供养 不离补底心供养 这七个供养都要紧背起来 刚才禅修的事情我还没有讲完 我多说几个 有时候你在静坐头 你会突然感动得流眼泪 很好,这是自然的 没有什么 有时候你会感觉好像毛骨悚然 或是身体会震动 也没有关系 这代表震动你无量的我质 我们的我质 生生世世世是很坚固的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根话 自然就可以 有时候你静坐的时候 你也会发觉 气会在流动 身体会震动 没有关系 你不要把他眼睛省一省 继续就可以长修 好,这七种供养是很重要的 请看经文 二个二页 第十三法 善男子 如前供养的无量功德 比法供养的理念功德 如前这个供养是什么呢 用香花跟果竹 物质的供养 如前供养是什么 物质的供养 那物质的供养跟法的供养来比呢 哪一个比较大呢 哪里法的供养功德比较多 可是注意听 有些人有读到这一段 会有错误的理解 就是法供养比较多 那就没关系了 反正 那家里有供婆跟没有供婆 都无所谓嘛 反正呢 法供养对中养错 你这样理解是错的 你今天用香花跟果竹供养 也是释迦牟 他会说家里的 你依教共行的 广修供养 所以你还是要供养花的果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福报 佛在过去是燃灯火 他见到燃灯火的时候 拿三支到五支的花供火 佛才为他受寂 所以香花跟果竹 你有种什么因 供养也有它不同的果报 你不能说 我听到这句话 反供养最重要 如说修行供养 那其他都不重要 不错 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以前我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些人有到最后呢 就把香花跟果竹都说起来了 不对 因为你用香花跟果的供养 也是依教共行供养 不叫你广修供养 第一层物质的供养 第二个 如说修行供养 这七种供养 所以他说假如物质的供养 跟法供养来比呢 请问来的比较多 当然法的供养比较多 为什么呢 我将在后面会讲文朱菩萨的一个故事给你听 常做一念尽心可以成正确的 假如跟法供养来比的话呢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巨之 那有他分都不及一 他就是用比例 他想要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百千万分之一 好 无量无边的 百千巨之 那有他分是硬度的数学 他是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接下来是数字很多 接下来百千巨之 那有分 加罗分 算分 数分 育分 优波罗 尼沙 佛分 等 一分你都比不上 各位有兴趣的话 请你去读书版查国学词典 这是硬度数学的计算方式 在这里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那换句话说 古贤人习面语说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请翻开二十三页 翻过来 有个第五段 二十三页 第十了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所以物质的供养 法的供养 或心的供养 都是如是我们 依教供习的供养 这样听懂吗 都很重要 那当然在法供养里面是最为殊胜的 请看第一类 这个 看如说修行供养 印了三部经文 请看 完全可以留学 论言经理 第十一节 大家都知道 阿满尊者过去呢 和摩登前里 五百事都为作为夫妇 在天上的时候 他也是当天人 当动物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人也是小伙 当猫的时候 两个人呢 还是一对的 当然人间 阿满尊者居然出家了 可是摩登前里 太喜欢他了 这个太美的男子 这么会出家了 最后他就跟妈妈说 不管啦 我一定要用那个男人 他妈妈是学中学的印度教 他说女儿子 女儿啊 你妥婚啦 天下的男人那么多 你不选呢 你干嘛选个和尚呢 他说和尚才忠言吗 结果呢 后来他拗不过他 他妈妈为了满女儿的愿望 就说好吧 那这样子吧 明天拖拖的时候 你就去安然尊者面前 我给你一个手 上面有硬度的香料跟咒素 你就呢 在安然的头脚挥一下 他就会跟着你回来的 结果呢 这个摩登前里呢 就很兴奋 明天呢 就呢 的确了去拖拖 丙里三方 然后供养了食物 然后就挥一下 那安然就昏了 就跟着他回去了 这时候呢 回到家 就擦了他 可是安然身体 虽然被像磁铁一样 佛解释 他跟他五百世都是夫妇 所以啊 然后呢 现在不少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被吸走了 那时候他就很紧张 但他念头很紧 念头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有危险 快要过去 佛陀你赶快来救我吧 就说佛陀呢 知道 就呢 就呢 就金 然后呢 愣言会上 然后请文诸师律菩萨 念愣言神奏 就把安然带回来了 那摩登前里 不高兴 就跟着跑 对不对 你怎么把我的男朋友 被抢走了呢 那佛陀就问 摩登前里说 你爱他吗 他说我非常爱啊 太美的君男子 他问他 你爱他哪里 爱他佛陀吗 你还是鼻涕呢 还是呢 大便呢 还是耳朵呢 他说我统统都爱安然 佛陀讲糟糕了 这时候呢 阿满尊者觉得很惭愧 所有的大菩萨都看到他 对不对 差一点被他渡走了 差一点过境 佛就为他讲 愣言神众的功德 然后阿满尊者就起请说 佛陀啊 我虽然懂得很多 听得很多 我也会讲 我甚至呢 佛所讲过的经 我通通都能背 可是通到境界来的时候 我还是没办法 那佛陀说 当然没办法 因为你五百事 都跟他成为夫妇 所以可见了 现在人 你看到这个人呢 你会作为夫妻 其实不是只有一身的 对不对 情人严厉 出牺牲吗 对不对 其实有些男孩子 我会觉得不怎么样 那女的看到他 就头昏了 这都是过去的夜缘 一定夫妻有很多元 然后呢 你这一生选他 来生你换过别人 他也可以选别人啊 为什么 因为你来生不够帅吧 你来生呢 你可能那钱不够 所以你可以选别人 别人可以选你 所以在人文里面呢 情缘是很复杂的 修行这一关也很突破 请看下面经文 所以佛对他说 事故阿难 你虽然经过无量意解 你都可以背起来 在佛的如来秘密 妙在妙也了 所有的经文里面 我们背很好 很难得 可是不如啊 要一日修 无漏也 就是你无漏就是没有烦恼 要远离世间的真跟爱 两个苦物 一般人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就爱 对不对 请问你们爱你的老夫跟老婆吗 各位爱吗 你确定吗 你会摇头 我相信 你爱你的妈妈吗 爱你 你爱你的爸爸吗 爱你 请问你爱你的师父吗 爱你 师父不是指我 我才来讲经文 对 注意听听 是爱有亲近 都不亲近 像我也很爱我的妈妈 但我不会对我妈妈打妄想吧 如果打妄想的话 那连禽兽都不如咯 是不是 她是我的母亲啊 我也有两个妹妹啊 我也对她很好 她叫我哥哥 对不对 我也真的很爱她 那种爱是什么 关于菩萨的慈悲 对不对 那我也很爱 从小教我的所有的好诗 我也有爱 我出家的师父 那种爱是超越物质的 是精神上的感恩 所以注意听 人是有情的众生 那一般的众生是什么 乱乱爱啊 你们叫乱乱爱啊 谈恋爱吗 你叫乱乱爱吗 现在年轻人啊 动不动啊 sorry we cannot live together we want to be almost 我们现在不能住在一起 我们就像离婚 现在离婚呢 跟离婚呢 就像过衣服一样 太有力了 对不对 我们人一人 不会去珍惜 对不对 那你说我爱我的师父 对不对 我是用感恩的心 你说我爱佛陀吗 我当然爱啊 你说我爱阿弥陀佛吗 我爱万世音菩萨 当然爱 但是那是清静的 没有人 无等 答案是他没有自私 没有条件 那请问 万世音菩萨 爱一切的忠诚 大悲心 就像妈妈 照顾你的孩子 比如说各位吧 各位今天都是女众多 我想也都照顾妈妈 你生出来孩子的时候 一岁两岁 万一他发高烧 哎呀 你真的是紧张死了 赶快送他去医院 要吃退烧药 怕他脑筋烧坏掉 变哒哒哒哒的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 想尽各种办法 你晚上都睡不好 一直照顾到天亮 最后孩子 烧退了的时候 哎呀 你才放一口气 请问 你在照顾孩子 发烧的那一刹那 你有没有想什么 其实你很少吧 你应该没有想其他的吧 你就是一心其意 希望他生命赶快好 对不对 不要再生病 因为生病很痛苦的 你在照顾妈妈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 哎 儿子啊 我告诉你20年了 搞不好你当马来西亚首相 不要忘记你老妈 十年长大以后 你要买珍珠给我 买乌克拉传结给我 你要报答你老妈 因为我今天救你 那时候你不会这样想 所以作为一个母亲 母亲的慈悲心 就是佛性的显现 也是大脑霉心的显现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自己的儿子很暗 隔壁的儿子呢 哎 请问到我要查 不用管 请问我们这一段佛台 不要建议我住在这里 对面那一栋可能是 我们叫做华人还是马来人 也有可能很多人 对不对 请问你会爱对面的那个马来人小孩吗 其实你会考虑考虑的 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的分别跟执着 所以我们喜爱的 我们非常喜欢 可是呢 爱的深 恨的也深啊 是不是 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我得报到你的时候 我就完毁了 你看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 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人也认为呢 比如说 假如你现在结婚了 然后呢 有一天英美不成熟 个性不合 像年轻人常常讲 我们两个个性不合 那就分了 分了当然很痛苦 可是你内心 你会祝福他吗 其实一半都不会 你既然 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不合的话 那你就祝福他往前走 希望你找到真正用心爱你的人 否则 你爱的月身 反过来 你恨的月身 这叫真爱而苦 不要两边 爱是贪心相应 真爱是称心相应 所以一生呢 你的心就呢 都在贪跟称的两眼当中 所以啊 不对阿门尊者说 不如呢 你在那一个离世间的 这稳赌红尘 好好修清净的无漏夜 一日一夜 那个功德都给你大 意思是说 学了佛法以后 戒定会要去实戒 所以我告诉你念古前行念品 师父已经念了五千遍了 我不会说 来啊南推来着 你念啊 微箱给我啊 你念金刚经啊 你念阿密国经啊 你念古门品 我坐在那边吃冰淇淋啊 你微箱也信红尺 不会 你要自己去念的 你才会得到里面的利益 接下来再看 所以如说修行供养 很重要 无量寿经里面讲 假令供养横杀圣啊 孤独金勇成正觉 假如你有发心 每天都做布施供养 遇到上下事都供养 你供养像横河杀 做这样的出家 或在家的圣人啊 不如啊 你自己经过的怨心说 我要先成佛 那个约亲是比较殊胜的 再看我一当是讲 真的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就是大故事 所以 往修供养院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对着你的贪心 吝啬的心 好 从万彩的故事 比如说你现在开始起来 我昨天不是说过吗 你们都是不好的东西 拿到多大的故事 这个糖啊 多一宝 都不太好 得快过去 好 拿到佛谭去牧师 其实这样子是要杂感的 你刚开始从不喜欢的 我面牧师 慢慢呢 然后你最喜欢的牧师 比如说各位 你挂得来 吹个玉观音啊 你很牧师吗 我不可以 观音菩萨很保佑 那我问你 假如现在一个人 他真的呢 命在淡尾 就是命在淡系 快要死 他需要钱 你愿意拿身材 观音菩萨卖掉 然后就救他吗 你应该救我 吹哟 观音菩萨 那个项链 下次你可以将这盒子再买一个给你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从外在的故事 然后一直到故事里的贪真师也要故事量 这才叫故事波罗密 所以吹哟是什么叫做大故事 你要真的能够看过跟放下身心世界 通过念国的力量才会达到这样 这个才叫做布施波罗密 现代人讲布施是只有布施 没有波罗密 都是计较在算起来 当然那只是其中的一种 但它不是原来布施波罗密的全部意思 再看下面 好 二十三页 第十六 请看 这七个动仰也分为 下面四类 各位有讲义 请看幻灯片 使用颜色变图来帮助你 请注意 这七个动仰 包含四项事愿 第一个讲方法 第二个讲精神 第三个要讲他的事业 国务上的事业 第四个讲他的动力 请看第一个方法 所谓如说修行供养 就叫繁老 如尽于事愿段 这对自立而说 第二个 二三四 利益众生供养 涉作众生供养 耐众生苦供养 这是众生五边事愿度 再看 勤修善跟供养 是这样 你每天应该保持个精神 你每天会修善跟的人 不要急 有些学佛的连个海旗 昨天听佛话 今天发心卫一 明天就立官 后天就要成佛 大方天就准备往生了 没那么快 假如有那么快的话 我告诉你 我也不会坐在这里的 学佛要有耐性 如果讲要成佛 要三大阿生奇迹 无量阿生奇迹 当你初发心归于佛门 发福提心开始 你累积了一个阿生奇迹 功德圆满的时候 就会遇到第一根佛 跟你有缘的佛为你授记 成佛的时候告诉你佛的名号 像释迦牟尼佛过去无量节 生生世世修行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名字 有意思他叫善慧如萨 他就遇到燃灯佛 燃灯佛呢 就为他授记 善男子 你发福提心 无量节的功德圆满 你将来一定会成佛 成佛的时候叫 释迦摩尼弗来 成佛的时候有正法 相法 莫法 你度多少的众生 你在娑婆世界 南章凤洲被成佛 所以成佛的时候 你知道名号 度的众生 还有法运有多长 佛的如何 可是现在我们到底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遇到佛为你授记 才会知道 所以当你记到 第一个阿僧期节圆满的时候 佛为你授记 然后你继续生生世世修 不管佛出世和不出世 你还是一直修 就到第二个阿僧期节 佛又为你授记 到第三个阿僧期节 佛为你授记的时候 就表示你快要回佛了 对不对 所以老实讲 成佛真的很不容易 因此西方极乐世界 而密国无然才发愿 成就极乐尽头 快一点成佛 接下来再看 事业的部分 第六业 不舍无萨业共养 五根列王 法门无量事业学 现在的佛教徒 我发觉很喜欢休息 但是都不太认真学 我太认真学 注意因成佛要法门 无量事业学 那至于有些 上次是要你专精 我专修一个法门 比如说我现在你专修 华严经 不先行愿 我专精你要念什么经 那么很好 是因为你的心很散乱 现在在家里加多的法门 你专精你的力量 你就会比较大 可是当你到了进佛国土 你智慧开的时候 有佛无萨来教你的时候 你就会法门无量事业学 法门无量事业学 是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都说的 你不学无量的法门 是不可能度众生的 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发心 要做医生 中医生 你要用医药去帮度众生 请问你是不是要学很多呢 不同的病啊 头痛啊 妇科的病啊 内科外科啊 你通通到学 难道你说 好我今天 我要做医生 我就只要学一服药 叫食权大的丸 我就食权这个丸 然后呢 你就走遍全力量 能够救所有的众生吗 答案是 有些众生你可以救 有些众生你没办法 因为你只懂 一个药花 而且有些众生 让他食权大不然 吃下去很补很有用 有些众生呢 身体是燥热的 食权大不然 一吃下去流鼻血 一命呼呼 要报命虫 用这个法门 就是告诉你 比如说有些法师 举个例子 我说举个例子 你不要上太后啊 比如有些法师专门红样 大悲观音法 像我也红样观音法 对不对 你可以用无量的众生 但有些众生 你就没办法度 有些众生可能就跟 准提神咒有缘 有些跟愣言神咒有缘 像我就没有公开弘扬 愣言咒跟准提神咒 因为我让其他的法师弘扬 对不对 有些还弘扬 尊圣陀罗尼 或是现在呢 有法师弘扬 一切如来秘密心咒 对不对 极极怪怪的咒 很多 没错 这都是佛说的 但是你 你不一定把全部的药吃掉 你才会病好 你自己要把你的病治好 要修一个药 一个药无忧 十字以堂 比如你很念古闲行愿品 修观音法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修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将来你就会预知实质 可是有一天 假如你要报价慈航 像观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度无量无虐的众生的话 那就所有的法门 你得决 不用紧 到进佛国土再决吧 目前你的诗节因缘 不要说在这家居士 现在对他身份也很忙 你很难骗学一切吧 所以到后面来讲 要随喜功德 不可以帮法 原因就是这样 成佛要法门无量试悦学的 对不对 最后看第七个动力 不理意菩提心供养 是指什么呢 是佛道无上试悦者 所以这七个供养 是很重要 请你背起来 假如将来有机会 要考试的话 这一定很重要 真的包含着四无试悦 接下来再看 今天我要教文书菩萨法门 请专听听 在我甚至说过 修菩仙行愿 里是文书观音跟菩仙 这三个菩萨都很重要 我这几天 待会儿我们还会讲 文书菩萨的感应 各位听 请看入颈托门 我们要从轮回当中 从繁忙轮回当中 进入颈托 颈托有很多解释 第一个 起码身心清凉自在 不被繁忙控制 正叫颈托 假如以正国的角度来讲 对啊 你以为啊 但是呢 你不是心情继合的 那些念啊 所以西藏人呢 嗯啊 后啊字 啊是无声的意思 所有在印度教里面 也总是这个字 啊 因为他认为所有宇宙的声音 来自于这个 所以啊字观法 可以让你进入法界的无声门 请看一下 请看印度跟尼泊尔文书之利菩萨 这是狮子 这是尼泊尔造型的狮子 文书菩萨大家都知道 拿着智慧剑 有时候左手他会拿金点 有时候他也会拿莲花 这是印度跟尼泊尔造型的 瘦瘦的 文书菩萨智慧第一 偷拜五方佛的宝观 好 所以你 现在哪一种人会喜欢 过文书菩萨 小朋友要考试 考试前的祈福访会 文书访会 当然这是很好 可是我有问你 以后被祈福以后 还是考不及格的 那你怎么说呢 可见 祈福文书菩萨会祝福你 可是呢 不可以临时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国教 有些人会考通过 有些人也能发觉 他没有考通过 那你难道就说 文书菩萨没有用吗 或没有效吗 第二个再看 好 北京法元寺的异画 宋大以后的文书菩萨 画的是女众的造型 这张图画里面 文书菩萨拿着如意 如意当中有智慧的火焰 然后背后呢 是月亮 看起来有点相关 是一菩萨 其实这张是文书菩萨 再来看 舞台山 狮子和文书 是木雕的非常非常的庄严 待会休息的时候 我会再放一次舞台山的短片给你看 有些人有没有看到 所以各位 发心吧 发愿吧 第一个 好好存钱 不要放发钱 你朝圣会有无法 第二个 念古前情愿品 不然朝圣会有障碍的 像各位马来西亚 罗国的灵 都是圆圆的 你去朝圣的话 北洋来了 好好展一展吧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舞台山最有名的书像文书 注意听我这次讲这个故事 我上次没有机会讲 这根是全舞台山最庄严最庄严的文书 那个里呢 在明朝时候 有一个感应故事 有一个就是雕佛像的人 我被神的美佛说 我要雕一宗文书 圣灵菩萨 那舞台山除了金德士 是观之音菩萨以外 全部都是文书菩萨 其实各式各样文书 都很庄严 那这个呢 雕过我们的师傅 每天都在想 哎呀 所有庄严的佛像 都被人家雕过 文书菩萨 你要雕我 到底你想什么样子呢 我又没有见过你 虽然我很喜欢你 那有一天呢 就每天要想啊想啊 有一天呢 他在厨房啊 因为他是一个老人家 他自己要搓面粉 擀面粉做包子 他每天都在想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你呢 你到底是在什么样子啊 结果有一天呢 他就在厨房擀面 突然文书菩萨出现了 哇 大了是文书菩萨 其实在清澈时 他等一下的一下 他就拿着面粉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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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向文书 所以各位去五台山 这个寺庙很小 但是你一定要看这一幅 这一幅是亲自我拍的 现在可能不太容易拍到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的寺庙都很大 然后光线比较暗 索隐一 这一张是全五台山最庄严的 叫书向文书索隐 它的概念是这样来的 可见它每天在义佛念佛 想文书主上 它提醒文书菩萨加持它 让它叼入最方便的佛像 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 最后文书菩萨在拿它煮饭 擀面条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 所以下次我会告诉你 哪里都有佛的 请问这座里有佛吗 你洗澡的时候 要不文书菩萨就看到你了 但是这个是要有恭敬心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五台山 正海式的母方文书立法 请看 这是五个 代表母方佛 中间是黄文书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到了东密跟唐密的造型 就变成是这样 上面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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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青色的世界 它的脸就跟我们中国造型 刚才看的不一样 从尼泊尔 从印度谈到尼泊尔 到了中国 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圆满的画像 因为中国人呢 都认为最圆的是呢 美女是谁 杨贵妃嘛 对不对 那其实美的标准是不算啊 照非夜也很美啊 它是瘦瘦的美 可是到了东密的造型 跟藏密的造型都比较细 属于就是大智如独施力 菩萨取在虚空当中 这箱子是很浪言 接下来再看 阿字观法 这个阿呢 是 对不起 是藏文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西坛字 所以对我们来讲会有点困难 因为它不是写中文 这个是阿字 是藏文 接下来再看 这个是西坛字 东密关墙 一个莲花上面有个阿 阿像太阳一样 或月亮一样会放光 好 没关系 我只是让你知道了 你不一定这样修 只让你知道就有这样的法门 法门无量法 对不对 那假如你不会的话 那你就发愿吧 将来朝古台山 请文殊菩萨亲自教你 那为你放光 那你就会选这个法门 好 接下来看 这是藏文法佛教 用金本化的文竹设立名字 非常庄严 所以你看西藏人的平坡 虽然他很贫穷 但是他们对三宝 对啊 对这个佛法师三宝 都是非常非常的虔诚的 对不对 对自己审慈解忧 但是对于三宝啊 佛像 寺庙 社利塔 他都是呢 非常广大的供养 这一幅呢 真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塔塔 嗯 是不是有很多宝吗 然后呢 这次非常非常非常常 这个宝养的文殊 实力菩萨 你看他智慧的一 我说过 你学一样的法门 到最后你成佛的时候 你最后一位 老师一定会办 就是文殊的古弦 文殊是学 波尔波罗密 古弦菩萨 学十大天华 最后就会圆满成佛 好 这个就是藏文 今天我放的 请工作人员放给你 就是这样 文殊新宙 当然 也要专修这个法门的话 是要有冠领会比较圆满 但是若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念 我记得我1993年 还是1994年 跟孟昌老和尚去武台山朝顺 那时候呢 他就叫我念 Om Nara Vajanadi 那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冠领 他说 老师上就说 没关系你就念 我很认真的念 我们小生大概一个礼拜 我就念 边走边念 边走边念 非常高兴 武台山 短片 待会在休息的时候 放一个胃胎 然后呢 我念了大概六万圈的 文殊新宙 他说因为要走很久 所以我有一次 有一天 一个下午 也是脚很痛 然后呢 我就说 文殊不撒 你驾持我吧 让我把这个 武台山给朝圣朝外 因为为什么 百千万劫能遭遇 当然我也有一点点感应 就是我的秘密 我告诉你 我看到 无辜菩萨 才放无常的光 真的 无辜菩萨 第一个是 我无辜菩萨 要加持 我很欢喜 所以你也可以念 Ombara wa jantan di 就像六四大名 Ombara wa jantan di Ombara wa jantan di Ombara wa jantan di 你也可以念 一个是观音的新宙 一个是文殊的新宙 一个是文殊的新宙 而且念文殊新宙 你去会会开 很多经文 你会慢慢看得懂 将来有姻缘 若遇到真的 有缘的 不是假的 仁波切 参加文殊冠典的时候 你就回去参加 接下来再看 文殊菩萨千把力化身 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念 宗格巴大师的发愿文 在黄教里面红白黄花 黄教回答着宗格巴大师 这是我在北京拥合过 有两层楼半高 同流经的文殊师力菩萨 宗格巴大师所写的发愿文 发愿文希望有良师 义友跟好环境 因为在佛地道上我们修行 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所以晚上会解释 接下来再看 这是在新加坡 Hena Amitabha Voodi Center 就在那个旁边 你们可以去看 还有 周克巴大师有两个独立 贾朝节和克主节 这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这个声量是伟大的 Lamma Sopha 伦果切的道场 然后呢 师父没有政治立场 我只是讲反义而已 让你了解 好 文书菩萨的化身 好 接下来我讲个故事 我先让你操这个季寿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故事 你会想修行的法门有很多 对不对 好 我讲个武台山的感应物故事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吴卓禅师 他非常的聪明 小的时候 12岁就念了很多经论 他就出家了 后来21岁他就受见 甚至他参访过 所谓的精灵牛头山的贵宗禅师 他职位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 他的师父跟他讲 一般人就是不够聪明 可虽然你就是太聪明了 太聪明的话很难开悟的 为什么 太聪明妄念就很多 所以他说呢 你应该去武台山朝圣 后来他听了说话 他就到武台山 在大华阴寺里面挂单 住了好几年 他每天就在长津楼里面 读经读万经就打坐 由于他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发现都没办法 放光照着这个镜子来 其实你们不用操 你们在24页就有 对不起 24页 第2了 但是第一首祭宗不太一样 我讲的意思叫 一念尽心是图体 可是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写是 若人静坐一须允愚 没关系 你专心听 待会我会解释给你听 后来呢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想 为什么从东北方 会放金色的光感 第二天他打坐完了 就往东北方走 走着走呢 就到一个楼关谷的谷口 然后他就看到了那圣经 就非常的专业 心很关心 他就顶礼拜佛 就拜一百零八卦 拜完了他就坐下来 静坐 他就想 温如菩萨 温如菩萨 希望我能够见到你 好 你是智慧的一大慈大悲 释迦摩尼佛 已经入灭了 在这个世界上 要见到圣人是很难的 可是你的大悲愿力 住在古台山啊 所以希望我能见到你 就这时候 听到了 哦哦 牛的声音 有一个老人家 穿着衣服 就算他走过来 就问他 浩如菩萨就向他 提问 我说 请问长者从哪里来 那老人家说 我从山庸来 你家住哪里呢 我住在山谷 老人就反问他 师父 请问你要去哪里啊 他说 我要到金刚窟 金刚窟是一个圣地 可是我找不到路 他说哦 这样子 那你找不到路 那你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 来休息一下呢 喝个茶呢 那浩如菩萨 是觉得这个老人家很特别 眼睛啊 暴漠 眼相貌的暴漠暗然 简晶呢 遇到永久有神 他觉得这个人 怎么不是普通人 他说好啊 那我到你家 就跟着他走 走了大概十五分钟以后呢 就进了 然后他就喊一个童子说 童子来交代客人 他一看 奇怪 这个老人家住的房子 全部是流离的啊 都是经营真法 客人的摆设不像反复 那他就 放在心里 但他也往一次问 那坐下来呢 老人就问乌卓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南方来 他说你身上有没有念珠呢 他说有 但是我的念珠比较差 就把他拿出来 拿给他看 乌卓呢就把念珠拿给他看 他说不是 但是我要叫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拿给我看 他说这些分明是属于我的啊 他说假如这是属于你的 你怎么从南方来呢 哇他想这个老人家是味高 后来啊他说童子来 奉茶 童子呢就拿了点像琉璃杯一样 装满了酥蜜还有茶 一杯给老人 一杯给他 老人就提起来就跟他说 请问南方有这样的杯子吗 哇他说哇 你这个杯子很精致 南方是没有 既然是没有 请问南方用什么来喝茶呢 哎 他也拿不出来 那老人就问他 你把南方的佛法 南方能怎么修行呢 佛法兴盛啊 你讲给我听 他吴卓才师就讲 哎呀很惭愧 末法时代 众生常常造业啊 南方虽然有很多事物啊 很多都是去感惊叹的 而且实践的也很少 那真正实践的不多 啊老人家就问啊 请问南方修行的人就你所知 实践有多少人呢 大概三百人到五百人吧 这时候 吴卓好奇 他真正确定这个老人家不是普通人 他就反问他 你问我南方 那请问你就在这里啊 请问你们三项的修行人怎么样呢 他说我这里啊 容舍混杂 凡胜同居啊 哦 那有多少人学过呢 他讲一个禅宫的公案 叫前三三 后三三 那吴卓才师就这样摸着头 听不太懂 我问你多少人学过 你跟我打前三三 后三三 那到底几个呢 他就没有讲话 最后他就问他说 老人问他 那你平常做什么呢 他说我诵经跟打坐 可是我内心还是有烦恼 我的心一直无法宁静 那老人就问 请问你出家的时候准备做什么呢 法师你有善根 既然出家 发心出家 他说那你 他就说 吴卓才师就讲 我发心的时候 希望我早日成果 度一切众生 那老人家就说 很好很好 就继续保持你的出发心 不要变 你今年几岁了 他说我三十一岁 老人家讲 不要紧张 休息慢慢来 你到三十八岁的时候 福报就见现前 那时候呢 你的修士会更好的 不要担心 不要因为你现在修得不好 就会满足或难过 菩提道上很长远的 他就说 哎呀我老了 应该睡觉天黑了 送客 那我就说 才师就觉得说 哎老人家 我跟你谈谈很有缘 我今天晚上 可不可以住这里啊 你慈悲一下吗 你刚才请我喝茶 我挖担一下 好吗 天这么晚 老人家说不可以 你有执着 所以不可就这里 我们这里是 没有执着的 才可以住 他说 我 你刚才说我修得不错 可是我没有执着啊 他说有啊 你对世间有留恋 留恋跟需求 那你不就是两个直脱吗 他说你每天都带着两个直脱啊 就跟着老啊 他说 假如没有留恋的话 那你干嘛 一定要坚持住哪里呢 睡哪里不是都一样吗 哇 这个老人家变财 他说因为你有两个伴侣 那个伴侣就是留恋与需求 所以我看啊 你还是回去吧 可是他的眼神 他是希望说啊 我能够住在这里 结果他就有老人家看着他的死情 就说那你要带什么东西 一根拨之类的啊 你要不要来跟我结个人呢 他说我从受戒啊 我就有带一拨吗 住在这里 一根拨 都带着 我也带念珠啊 对不对 可是我平常都带着 然后可是我今天没有带来 老人家嘴巴讲一讲 其实你根本不愿意舍了 最后人变败变的时候 他说老人家 你绝对是一个有修行的人 我可不可以再最后一个问题 我就领开好吗 他说好吧 赶快问 学阶不早 他说在五卓二世的众生啊 善根很少 要怎么修行呢 才能让他在当下就得到解脱呢 然后呢 这个五卓 这个老人就他 为他念了一首记 请看很多篇 若人静坐亦虚余 圣照恒沙 七宝塔 宝塔 祭 必尽旧恩 宝塔 旧尽 翠为尘 一念尽清 成正觉 这个寄送很重要 真是我在商业经社中 我们传修的 我希望各位把这个寄送背起来 若人静坐亦虚余 在讲义里面呢 二十四页第二号 主要打 一念尽心是福提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的 我手上拿的这个感应录里面是写 若人静坐亦虚余 好 我解释一下 然后 等一下 我们别把故事讲完 再改成这个寄送 这个寄送很重要 文书菩萨亲自说的 希望各位跟你常常们 在静坐之前 你先合唱 默念念三遍 会有很大的意念 不然你会觉得 我坐在这里 我到底有没有休息吗 对不对 我老公主是骂我 老婆你在待家里 每天都坐在庙里 坐三四个小时 当然他这样一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静坐到底有没有功德 答案是有的 静坐可以从佛 文书菩萨讲 好 我继续讲故事 后来他讲完了以后 就讲 童真送客 吴卓 他就跟他讲 吴卓禅师 禅师 你好好留宫 你不要担心 佛菩萨会碰面 可是这个吴卓禅师 其实蛮难过的 为什么 他今天很想住在这里 他去这地方留意啊 这么亲近 老人家智慧这么高 想我多住一天 都跟他问佛法 可能会学到很多 后来他就问他 送客的时候 童子就问他 他说师父 童子啊 童子 刚才你的主人说 前三三和后三三 到底是什么呢 童子就回答 金刚的背后 还有梦的无聊 这是禅宗的对话 那意思是说 你问他数字的时候 他不给你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他又再问一个问题 他说 请问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他说这个地方 叫波人斯 他说事实上 我是要找金刚姑 金刚姑在哪里 他说金刚姑 就在波人斯后面 有缘 你就会见到 请走吧 然后他就出去 他本来还想 一回头的时候 看童子就不见了 这时候呢 他充满了 复杂的心情 既罚喜充满 然后呢 又感觉悲伤 又感觉很欧悔 因为他没有办法住在这里 这里是没有持夺的人住的 然后后来呢 就在波人副刹那心很复杂当中 他就突然看到虚空当中 温柱菩萨出现了 骑着青色的狮子 刚才那个童子 就是他旁边的童子 放光驾驶他 温柱菩萨给他讲 吴卓啊 毫不勇工 有一天你会成佛 你还没见到我呢 好 故事讲完了 就是五台山的感应路 就是非常了不起 好 现在我讲这首祭送 有人静坐一须于 圣照同山七包塔 或在讲义里面 二十四页的一半行讲 一念尽心是佛体很好 但我们把一个人心 凝静下来静坐一须于 就是很短的时间 这是非常舒适的 为什么 因为五量节里 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心 凶事过 我们轮回里面 生老病死 对不对 长大 读书 工作 成家 业 其实我们从早到晚的心 都很乱活 都很紧张过 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的心 凝静过 所以六度波罗蜜 我说过 前面四度 各位很好 齿观 齿恩观 禅定波罗蜜 跟波仁波罗蜜 各位要说加油 假如一个人静坐一刹那的时间 他那样灵界的功德 胜过于你造恒河沙树的七宝塔 你想用七宝来造佛塔 当然功德很大 甚至造个数量像恒河沙树那么大 当然这个人的功德很大 福报也很大 在这个季宗里并没有否定说 不要去造塔 而是说假如造塔跟静坐两个来比的话 哪个功德大呢 答案是静坐功德比较大 为什么 宝塔究竟摧毁尘 就是宝塔它是有违法 就是有一天风吹雨打呢 你会破坏而会破坏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印度 你看到印度很多圣地 很多的寺廟很多的佛塔 都经过今年雪 累月的风吹雨打 若没有人放心曾经见过修复 它都消失了 所以我们去印度朝圣的时候 常常只看到地基或是破旧的建筑物 你不要太失望 你不要说 哎呦我千里淘淘了 花了这么多钱来印度 我都是看这些酒淘耶 你要去想 佛陀当时在这里说法 佛罗干人在这边 有文物百官的住户尺 这边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圣地子 都在这里修行 这个是圣地啊 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废墟 可是在圣人 阿佛塔 天无法无 菩萨 看到的是净土 佛的净土啊 了解吗 所以阿佛塔是有违法 究竟呢 经过无量节的时间 都会呢 破坏而并为围城 最后一念尽心成正确 你这一念的千尽心啊 滴水穿石 每天努力 静坐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 就像诵经一样 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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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呢 将来呢 你会成就无上证的证诀 所以我建议皈依 可以把这个祭寿写下来 贴在传堂或大地上 这样的人呢 他们看到了呢 就领完佛以后 他就会这边静坐 假如你看到人家静坐 就不要去吵他 从他背后轻轻的过 我们不要去妨碍人家休息 现在人家正在用功 搞不好他存活了呢 他可以先来帮助你 或动你啊 所以这个寄送是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我修共养 请看经文 跳回来 第22页 第16行 第16行 对不起 因为我经文放前面 笔记在后面 不好意思 让我们搬来搬去 请看22页 第16行 何以故 以诸如来尊重法故 以如说修行 出身诸佛故 请把这些句话起来很重要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非常尊重法 法 法是很尊贵的 不瞒各位说 很多国教团体请我讲佛法 都啊 师父要半年前 我才会准备 有人跟我说 哎 师父没关系 你随随便愿来给我开示 谁说的 随随便愿 法是很尊贵的 我不会随随便愿的 我认为一场演讲半年前的奴隶 师父都要准备的 我要修持 我要准备讲义 我要准备饭灯帖 我要准备音乐 法是很尊贵的 法是深深世世诸佛呢 舍身而求来的 以如说修行 如理修行 佛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你这样按照五戒十善 菩提心十地 最后行无量的菩萨道 你将来就成佛 所以如说修行供养 才能够出身未来 无量的行结结果 若若菩萨行法供养 则得成就供养不来 为什么呢 如说的修行 是真正的供养 是最获大 最殊胜的供养 所以你供养关心菩萨 你供养关心菩萨 你供养关心菩萨 对不对 用什么供养呢 当然我们初一十五 有香花不果足的供养 没有错 你好好的修持 能够从今生出六道轮回 那才是真正最大的供养 经文请看 虚空戒净 众生戒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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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烦恼净 我广修供养呢 永远都会赢 事实上虚空戒乃至烦恼 是不可穷尽 所以我深深深深深 就是广修供养 供养三宝 上宗一切诸佛 下布施 布施 上对上叫供养 我们供养佛陀 可是我们不会讲供养 六道众生 没有 我们对下叫做布施 比如说供养法师 可以 你说这位灵友 可以你结缘 供养你 可以 因为他也是未来佛 可是对地律二维附身呢 我们不讲供养 我们讲布施 所以上供养佛陀 下供养 六道一切众生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彼业 请看二十四页 丁四 忏悔业上愿 福建十大愿 第四愿 忏除业障 或叫忏悔业障 都可以 因为他在前面的经文 是叫忏悔业障 后面呢 再寄送他 叫忏悔业障 这两个都可以 请看 经文 二十四页 第六页 第八诵 我习所造诸恶业 皆由五水攀陈之 重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善悔 我想 学伙有很多访文 古贤十大愿 虽然从一者里进入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共养 但是你若问师父 师父 学伙要从哪里开始下手 从忏悔业障 明硬是我们过去无量节 不管学伙跟没有学伙之前 我们有意跟无意 我们伤害过很多别人 伤害过自己也伤害过别人 所以忏悔业障 请写下来先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没有一个人是圣人的 在没有奥罗汉国之前 每一个人都很丑斗 然后呢 所以要先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当然天底下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苦难的事情 让你很烦心的事情 让你放不下很始终的事情很多 但要先学会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原谅自己并不是代表给自己借口 而是要给自己一点股费 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的话呢 今天 明天 后天 你兴奋得太紧的话 你会崩溃 一崩溃的时候呢 你就会放弃佛法 我也有一个学生 在一整短片里面也是这样 我不要讲谁 我也花很多年的时间 教了他四五年 但他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跟爸爸处得不好 他心中很疙瘩 他爸爸已经往生了 他是一个医护人员 可是呢 他恨自己 也不原谅自己 然后呢 他也跟我去做圣地朝圣 去了很多地方 也做了很多善事 可是最后呢 他在一两年业力现成的时候 他不做活教徒的 他信哈利路亚哦 那 当然 他内心里会增长 不满怎么说 那你一定会说 师傅那你难过吗 讲真话 我第一天听到 我是有点难过 第二天呢 我心里很平静 为什么 重生就是这样 他有他的选择 甚至我告诉我的 今色所有的灵友 不要忘记他 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不是灵友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不要像一般人讲 我们两个呢 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哇 就是两根法 那请问 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没有中间了吗 这想法太可怕了吧 对不对 当然 他看到我 还是会有一点点疼当 我看到他没有疼当 我心里很坦荡荡 甚至呢 前一个月多呢 我做话 我梦到朋友回堂 来佛堂学佛了 我说 或许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会来找我吧 但他现在念哈利路亚奥 他觉得呢 牧师神父呢 对他比较好 我们这些师父 灵友对他比较不好 对不对 他又有压力 然后他自己呢 跟爸爸呢 从小就说不好 爸爸很爱他 那简单的讲 爸爸爱他的方法呢 不是他要的 所以 各位老妇上 你是这样 不要强迫你的孩子 中国人很喜欢这样 我是医生 我生出来 这个一定要做医生 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这样呢 好 对不对 我们以前 台湾都认为 做医生 做律师 做药师 好 做老师 是很好的条件 最有段解的 问题他不喜欢嘛 真的 各位老妇上 不要这么固执 或者你会很痛苦 你的孩子也很痛苦 所以你先得原谅自己 你知道吗 我在 纽西兰念书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他的人 我说老人家 你们觉得呢 小孩子能做什么最好 他这样给我回答 只要他喜欢 不伤害别人 对社会有贡献 他做什么都很好 我说我爱你呀 你是这样回答我 他用英文跟我讲 我说我们在台湾哦 都是认为 医生 老师 对不对 我是护士 我是做律师 才会赚大钱 然后呢 我们台湾的压力很大 他给我回答一句话 虽然你讲的 这些行业都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要求 所有都要完美的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那你为什么要抢外别人完美呢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很有智慧 她是纽西兰人 对不对 她的生活 很宁静 她心也很好 她看到别人也会帮助别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一个学生呢 已经做了Hallelujah 老师讲 第一天我真的很担忑 到现在呢 我也会祝福她 没有关系 她看到我 我也会关心她 你好吗 但是她跟我觉得呢 她说去西方节乐世界 对我来讲比较不重要 我说对我还是很重要 每天的想法不一样 佛罗在世的时候 十道弟子有很多是从外道 而来出家的 也有佛教徒会推了道心 而变成牧师跟神父 活成的基督徒天主教徒 在轮回里面 其实我们都做错了很多 无徒的事 也做错了很多愚痴的事 所以经文讲 从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那在伴唱的时候 她会把最后一句改成 精对佛前求忏悔 没关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给各位听的歌 就是新加坡 进中学会的忏悔业障 各位可以上网 可以自己download 好 请看经文 讲义第24页第14行 补充资料 为什么要忏悔业障呢 是因为对峙我们有邪见 还有很愚痴 很迷惑或走错路 假如你常常忏悔业障 就会获得 正知正见的果报 比方说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都想修行 在《论年经》里面讲 有一种叫外道种性 就是她过去世呢 都是学习外道 对不对 不是学国教 在印度本质有很多的宗教 有印度波罗文教 有席各教 有回教 有民间宗教 有拜国教 有很多很多宗教 那她刚开始呢 她都是相信其他的 所以在这里我讲一句惊喜下来 不要轻易批评别人的宗教 每个宗教都有它的价值 再讲一遍 不要轻易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价值 虽然我们是佛教 我们认为 唯一三法是非法的选择 没错 可是问题 有些人 她是想先信民间宗教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太白关心 妥萨修道教 甚至呢 做一贯道 慢慢慢慢修徒修会 故事做善事 也念金刚经 也念大悲众 慢慢慢慢到某一世 但是 善歌福德成熟的时候 她才会成为正信佛教徒 那 作为正信佛教徒的时候 也会因为遇到所谓的不是好的善知识 也会因为遇到恶友 也有人呢 会遇到恶友 甚至呢 遇到密缘 大病逆场 或是家里发生一次很棒的战略